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9号的新主播点新闻,我是又荣 新闻的一开始来关注疫情进展 耍老爷今天新增加10宗的冠病确诊病例 其中有2宗是输入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856宗 在10宗的新确诊病例当中 有一宗是来自Galaxy City,三宗是来自Baki感染群 四宗来自Greenhill感染群,以及两宗是输入病例 Greenhill感染群新确诊者的年龄最小只有2岁 这也是山老爷目前年龄最小的确诊者 另外,随着古静县已经成为疫情红区 因此从这个月的3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 古静县的所有学校、补系中心、幼儿园以及托儿所 将停课两个星期一直到11月13日为止 根据教育部的宣布 停课的学校包括所有的中小学、师训学院、大学医科班 以及任何向教育部注册的私立学校 技术学校和提供宿舍的教育机构也需要暂时关闭 另一方面,山老爷灾难管理委员会在和山老爷福利 社区和谐、父女、家庭和儿童发展部进行讨论后 也决定关闭古静县内的幼儿园以及托儿所 换个焦点 甘本哈吉巴基今天踏入加强行动管制令的第二天 今天在有关当局的安排下 为居民展开检测行动 获得居民们的高度配合 永夜前往接受检测 医护人员今天一早便抵达现场进行准备工作 沙老爷副首长兼沙老爷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达斗阿玛·道格拉斯 沙老爷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达斗司令省贵贤 以及沙老爷卫生局展前人心等人 也前往展开视察 甘本哈吉巴基已经被封锁 也禁止人们出入 沙老爷政府单位也从中展开协调工作 安排提供必需品给当地的居民 在加强行动管制令期间 区内的居民不允许离开各自的入家范围 而且出入口都有军警 人民志愿警卫团 民房局以及卫生局的官员在把守 最后来看一则意外新闻 一辆长途巴士从梅里开完古境的途中 失控冲出道路 侧翻在路盘的草地 导致一名司机和一名女乘客受轻伤 中区萧整局局长江刚透露 今天清晨六点多 天空正下着大雨 长途巴士是在经过巴拉丹路的时候忽然失控而宣告防复 车祸意外发生后 长途巴士内的正副司机以及17名乘客 从巴士前方破裂的挡风玻璃爬出来 两名受青山的司机以及女乘客 先后由救护车及消诊局的医护救援车送往医院 另外17个人分别由民众及民房局的罗里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大家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